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请接着来看 特斯拉跟苹果的股价 美股昨天有两档非常标的股票 一档是苹果 一档是特斯拉 苹果再创新高 特斯拉有标破420美元 马斯克首养推文说 当年放空我的那些人 现在知道痛了吧 对 现在美国股市双标客 苹果跟特斯拉 在昨天苹果的股价 是创下了284美元 市值是1.26兆美元 特斯拉更厉害了 它创下了422块盘中的历史新高 市值已经标上了755亿美元 今天对台湾的苹果供应链跟特斯拉供应链 倒是没有太大的激励 为什么 外资今天是平安业 放下去了 我们看台积电 其实今天外资小幅的调节 台积电跌个2块了 这还好 所以小鬼当家 今天台积电的概念股 包括了加登 跌了两只停板之后 加登今天涨了3% 或者3374的精彩也涨了3% 不过我们讲一下 先讲苹果 我相信我们的观众一定在找 哎呀 明年 苹果的成长关键这是什么 我告诉大家5G iPhone 它明年上半年会花表比较廉价的iPhone SE 然后下半年就重头戏 iPhone 12 这个是5G的iPhone Pro有两个尺寸 iPhone 12也有两个尺寸 所以总共有四款的iPhone会出来 现在全球大概iPhone的用户9亿户 其中估计有3.5亿户的话 必须要升级 所以明年会有一波很大的换机草 不过选股的密码在它的规格 我们看一下它的规格 是用高通的机品 并且支援了SA跟NSA双模组 所以意味着它在中国大陆是没有问题的 再过来因为无限天线要支持那个毫米波 特别注意 它要三条的LCP 要这样的一个装置 但是我告诉你 现在明年才5G iPhone 没想到现在苹果居然准备跨入了下一代的6G 6G要干什么 你知道吗 苹果现在正在发展太空卫星 在太空卫星当中 发射信号 发射到你的手上的iPhone 为什么 所以将来我们不用去买什么 1999吃到宝 无线上网 而且它会减少对WiFi的依赖 所以假如这个产品出来了以后 这个技术问世了以后 我告诉你又改变了 又改变世界 那个做WiFi设备的恐怕全部倒光光了 而且赛总帮我们来看 当然在苹果干年股里头 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台积电 昨天台积电拉尾盘 很多人说谁在买 神秘买盘买的吗 因为一般今天认为 在这个盘式里面是外资调解 昨天外资虽然有买超 我们看一下外资的买超 昨天买的 这里也买一点点而已 但是它昨天可以涨 今天又卖了 对 那为什么苹果股价创历史新高 台湾的苹果概念股 特别是龙头的苹果概念股没有动 我们要解释一下 现在苹果的业务来自于AirPods 来自于它的软体的服务 那现在因为大部分 我们苹果的供应链是做硬体的 它针对了圣诞节高峰的出货 已经在11月完成了 11月份它已经完成了 所以现在它的业绩会逐步的进入了淡静 因为我们要先出货到美国本土 对 所以对我们来讲 我们的高峰已经过了 但是对苹果而言 因为它是做零售的 它的高峰还没有过 所以苹果的股价还在创新高 但我们的苹果概念股已经温吞了 对 所以大家认为台积电昨天的撑盘 神秘的力量应该来自于政府基金 绿巨人 我懂了 做选举行情 那我们应该怎么操作 我们讲过了 明年有三条的LCP 大家看到这种英文字好像很有学问 就要特别注意 只有两家公司 一个是6269的台郡 台郡 对 当然它的获利也是相当的稳 其实股价在未来有一段时间 整理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布局点 另外4958的真顶KY 只有这两家可以提供 这个苹果的天线LCP的材料 那它的股价也相对的平稳 好 那我们再来看特斯拉 我们来看一下特斯拉的股价 我们从K线的角度来看 可以看到特斯拉标破了420美元 让马斯克攻卫一个大声 我们来看一下K线 这是什么走势 这是狂飙的走势 对 空头被嘎得哀哀叫 你知道 今年当然做空美股的话一定产赔 但是没想到从6月份以来 短短的差不多5 6个月 做空特斯拉的一共亏掉76亿美金 台币2000亿 那这个马斯克非常高兴 昨天他推特里面可以写 报酬啊 你看 股价非常的高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回到了一年多以前 2018年的8月8号 当时这个特斯拉是一个低潮 马斯克推特里面讲说 我考虑把它私有化 一股420块 就是我自己出钱 把高票中安买出来下市 隔天股票大涨 结果美国的政管会来查你了 不转 你钱都还没有找到 你就要私有化 你是不是要炒股 然后那一阵子他很低潮 酗酒还上节目 上电视节目 公然干什么你知道 抽大马 那个画面 你看就是电视节目 那一段时间他其实蛮颓废的 那个股票跌到稀里哗啦 因为他想私有化 但政府不准 他又投不到钱 资金又没到位 还被划2000万美金 你知道空方都笑他笑得要死说 这个时候放空他就对了 所以空军们你看 集结了 那个马斯克有点像美国股市的夜问 一个人可能打100个人 你看他卖空者致富的委员会 简写就SEC SEC就是美国政管会 一直叫美国政管会 你关家的人 什么毕哥 这个大卖空的本尊电影那一部 埃斯曼公 你的市值500亿美金 根本你没有执行力 你的自驾车是骗局 现在700多人被嘎了自知叫 还有这个立光的资本 这一个经理人 这个是明星经理人安霍恩 他跟他讲说 我送你一个短裤 为什么短裤 因为那个放空 英文是short 但是短裤 一共一样的自然 所以我要送你短裤 讽刺他 讽刺他 所以马斯克想 现在报仇了 所以当然很高兴 所以一般认为 这个最近特斯拉的股价 应该就是轄空 既然轄空 回到台湾 台湾的特斯拉概念股 就会动吗 其实要有新的思维 请看一下 林德时代 林德时代即将成为 特斯拉电池的供应商 我们曾经讲过了 我们请看入股的林德时代 而且看他K线 创新高 所以特斯拉是在这边 是涨这边 对 涨在这边 不是涨我们这边 因为我们现在的订单 可能会被影响 所以你看像1536的核大 1536的核大 对 股价还好 今天冲上去就有点下来 366的茂连KY 也没有太特殊的表现 所以真正成长的是这个 我帮各位挑的 2228的建林 其他股价也没有受到注意 但是他今年的ETS会有8块 比去年的6块6 是少数汽车业成长的 他做那个安全气郎的 所以他以今年的获利 这个股价是偏低的 我觉得从一个周线的角度来看 你赢5年可以看这些吧 所以我们过来的 我们下来看 Notice